欢迎收听狗狗做公益时间 今天是公益宣传的合作 那我们就一起共襄盛举 一同来协助立新基金会 要来宣导儿童身体保护的观念 好 没错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议题 对 就是因为我自己 就是目前也有小朋友嘛 对啊 我也是有时候会烦恼就是说 我儿子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女儿 我有点怕就是说 什么意思 她会受到一些奇怪的对待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来 就是宣传一下就是说这个 儿童身体保护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要很重要的 嗯 这是主要宣传啊 就是希望像有小朋友的家长 他们可以帮助小朋友去了解 自己身体的重要性 也教小朋友认识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啊 还有功能 对啊 对啊 就是我们以前比较常是被长辈讲 就是说 哎呦 就是你那个 鸡鸡啊 或者你的妹妹啊 不要被看到啊 比较就是说这个会很羞耻啊 或是什么的 对 嗯 当然也许大人是想要保护我们啊 可是他们会比较像是以一种就是外在的 社会的压力的这种方式去跟你讲 就是这个东西 裸露身体是不好的 类似像这种东西的 嗯 对啊 我们是从这样子的教导才去理解 就是 或者说算是被灌输 就是说 哦 要这样子 可是其实就是说今天重点不是说什么重要的地方就是不要乳弱就可以了 对 其实基本上只要是你自己觉得你的身体的感受上面你觉得有不舒服 对 你觉得有痛 有不舒服 有痒 甚至你觉得就是这不只是实质上的物理上的痛 你觉得有心理上的不喜欢 你觉得你有被骚扰 这个都是一个算是身体保护的概念 对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像这一次这个立心机机会 他们想要强调的观念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小朋友 你不是说重点是你的部位可能被看到被触摸 或者是说你觉得食指上的痛了 你才要表达你觉得不舒服 甚至说你觉得你不喜欢 你觉得你心里不舒服 你都要尽量的让你的小朋友知道 就是说我有这个感觉 可是这个感觉讲出来不是羞耻的 我应该要明确的说出来 让第一个可能是父母知道 那甚至可能是实质上就是让 告诉你的小朋友告诉你的孩子们 就是说对于让他就是不舒服的对象 也要勇敢表达他的意见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立心机机会就喜欢让小朋友能够了解 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感觉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管是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大人或小朋友 就每个身体的部位都是很重要的保障 只要有人的触摸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不管那个地方可能是哪里 就它不一定要是我们传统认为的私密部位 就只要觉得不舒服 你就要让小朋友知道说他可以马上说不 然后可以告诉爸妈或者老师等等他信任的人 对没错 那当然最后就是这个立心基金会 最近有做一首很有趣的童歌 那我们会把它贴在我们这个Podcast资讯栏的连结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首歌就叫做是 我的身体是我的 我的感觉很重要 对那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家长都可以 跟小朋友一起听听看 对那我小朋友现在听应该也听不懂就对了 好那相关资讯我们都在放在连结 感谢大家听完这个公益的宣传 好那就再请大家共一起做公益咯 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站长小正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公司 是我们之前比较少看的 它是驱动IC的封测大厂南茂 那南茂在台湖有上市吗 代号是8150 那它在纳斯达克也有发行ADRO 它在美股代号是IMOS 那南茂的主要业务啊 是来自于这个驱动晶片DDIC 还有记忆体的封测 它也是全球DDIC封测的第二大厂 然后它也是全球前十大的封测业者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南茂啊 主要就是要来关注一下 像DDIC他们的试况的重要参考 如果有在投资联友 或者是奇景光店 HIMX的投资人都可以追踪一下 再来当然就是再看一下 它的记忆体封测啊 可以看一下DRAM啊 None啊的试况参考 所以有在投资美光 南亚科 华邦店的人 他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方面的状况 就这一集比较特别啊 这一集会聊就是南茂 很像台股公司嘛 可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其实有在美股算是发行ADR 所以就是说 它其实就会像其他美股公司一样 它都会每季召开这个电话会议 然后跟市场揭露它最新的营运状况 这个对台股投资人而言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蛮好的资讯啊 对因为其实并不是 每个类似像南茂这样规模的台股公司 就是都会像南茂一样召开法说会 来揭露一些它的市场讯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谓就是透过美股来变向 提款台股一个很好定用方式啊 就是说 觉得如果有在关注南茂的投资人 或者是说有一些投资人 也可以去我们网站里面找 就是他有在美股发行ADR的公司 然后来去看他的这个法说会资讯 像台积电啊 联电啊 这些公司其实都有类似的 对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网站里面 法说会主持稿的资讯 来去了解这些公司的近况 那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 透过美股的资讯来去提升台股的 投资的状况的掌握 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南茂他们最新这一季的营运表现 他们在历经了三季的衰退以后啊 终于迎来了一个反弹 营收比上一季成长了18% 终止了连续三季的下滑 那毛利率呢上升了4.9个百分点 EPS也比上一季增加了207% 是0.86元 那在这整个集团里面啊 他们是有看到说 这次的这个DDIC他们的业务 是高于整个集团的平均的 所以就比较不是在记忆体那一块 是在DDIC那一块是不是 对啊 如果说来看说他上一季就 为什么可以明显的反弹啊 那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他的驱动IC的 就是封测的业务吧 对那看起来其实简单就是说 就到谷底了啦 因为其实整个驱动IC 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有算是去库存结束吧 或者是说整个下游的库存 已经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 一个水平状态了 对那所以就是说 在他这个去库存的时间比较早 那自然就是他去库存结束时间也比较早的情况之下 那所以他的这个第二季就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库存回补 再加上就是说中国有一个618购物节的需求带动之下 那就带动他整体的驱动IC封测的营收 就叫上一季大幅明显成长三成吧 对那这个是比他整体的集团的营运表现还要更高啊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代表就是说 整个驱动IC封测的业务应该在本次的景气谷底 就算是已经过了吧 因为第二季就是正式大幅访谈嘛 对那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说 第一季是谷底第二季反弹 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开始要走向这次景气的复苏阶段 嗯我突然蛮后期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聊南茂这间公司啊 当然第一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南茂是一个有趣的公司啊 就是说他是台股有上市 美股也有上市嘛 对所以我才在开头里面讲就是说 这一集算是做一个就是示范吧 就是让台股投资人知道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到美股里面去找这些公司的资讯 他搞不好比你在台股里面的一些资讯还要丰富 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驱动IC跟记忆体一样都是比较早 开始去库存的公司 所以逻辑上他也会是我们这一次 在观察就是说 本次的景气落底反弹的一个重要关注的族群吧 对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站在我的角度啊 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IC设计还有IC的封装 我觉得会是一个领先指标的角色 那当然就会透过观察IC设计跟IC封测 近期的表现来了解 景气是不是已经到谷底了 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可能谷底以过 重新回到景气复苏的一个征照的一个观察对象 对那所以就是说观察难冒的话 我主要就是关心就是说 站在他是封测的角度 尤其他又是全球的驱动IC的封测的第二大厂 那以他的角度再来做一个大波确认 就是说我们这个驱动IC的景气 是不是已经算是落底回温吧 对因为之前的话像联勇啊 或者是说可能骑警吧 都反复提到就是说 他们觉得去库存的状况已经接近尾声了 对那他们我觉得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或者是驱动IC产业链最领先的指标啦 对那如果最领先指标先表态了 那我要再做大波确认的话 接下来我就再往后面一点看 就是下一个指标观察 我就会是封装的角色 对那所以这个是我用来观察 难冒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嗯好那刚刚我聊到了 DDIC已经看起来就已经确定说 要逐步的往上了 那记忆体方面呢 那如果是记忆体的话 那如果在上级来看就是 仍然是蛮低迷的啊 对因为南茂的记忆体 封测业务它有包含DRAM跟No Flash 当然还有一点点Nam Flash 不过它最主要的就是两大块 是DRAM跟No Flash 对那如果我们去看它下游的客户 那当然就是像南亚科啊 美光啊滑邦店啊 他们其实成品的库存都还是蛮高的 对那所以这就导致说 它比较不像驱动IC这边 可能在上半年下游客户的 去库存的状况已经明显改善了 那订单的回温也比较快 记忆体这边反而就是在下游 库存还是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回温就比较缓慢 当然也是有小幅反弹啦 就是说整体记忆体相关的封测 叫DG可能是小幅成长7% 对不过就跟我刚才提到 这个驱动IC的封测的业务回温是32% 这个就有明显的差距嘛 对那所以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它的整个记忆体封装的产能 利用率还是蛮低的啦 对如果看公司揭露它的封装的产能 其实主要是应用在记忆体上面 对那看它公司揭露 就是只有40%的滴水位 对那这个证明就是说 在上期角度来看其实 记忆体封装这边还是处在一个 蛮低迷的状况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记忆体的业务会怎么样好了 因为南茂虽然没有给 下一期的这个彩测数据啦 可是它对于下半年整体 是有一个指引的 那看起来公司是认为 虽然它目前记忆体封装的产能 还是在比较偏低的位置 可是下半年它就觉得 这个会很棒耶 没错没错 就是说当它在这个电话会议里面 跟法人在说明就是说 下半年的这个营运重点的话 那它把大家的观点 就是引导到是要关注 就是记忆体的封测 而且公司的明确讲就是说 记忆体的封测 在下半年的表现 它觉得应该是会明显的 好于驱动IC的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呢 那首先说公司认为就是说 它的这个下游的大客户 就是DRAM啊 然后还有或是NAM的客户 在这个供给端持续大幅减产嘛 我们在之前在分享美光 或是在分享威腾的时候 其实都有提到就是说 DRAM跟NAM Flash 的确就是持续还是 扩大减产的幅度嘛 尤其是三星也加入了 对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供给这边其实是一直在 算是有效的 有纪律的就是控管了 对可是需求端的话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接下来是旺季嘛 那旺季的话 会是消费性的这个产品 可能就是要推出 各大新品的情况之下 以目前来看 虽然也许销量的展望 大家是稍微觉得比较悲观一点 或是觉得可能 今年的话会比较忘记不忘 可是站在记忆体业者的角度 就是说 这些消费性的业者 他们在就是目前记忆体 已经大幅降价的情况之下 手机啊或者是PC啊 他们里面装的这个 记忆体的这个容量 都明显的升级 可能就是譬如说 可能从8G变16G 那如果是NameFlash的话 可能就是它的容量 可能从SSD 从这个1TB 可能变成就是2TB 这样子的一个升级 那这个都还算是 就是有效带动需求回温啦 所以在这样 就是供给持续减少 那需求回温之下 经营阶层 它认为就是 DRAM还有NameFlash 封测的订单 会在Q3看到 有明显的订单回温 那所以 其实我觉得南茂的观点 就算是跟我们之前 在聊美光啊 或是Wayton的观点 其实就都蛮一致的啦 大概就是记忆体 最差的状况 就是在Q2大概落底了 对那大概从第三季开始 就可以看到整个记忆体 尤其是消费性的这个市场这边 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回温的动作 对那所以我觉得 大概也不意外啊 对或是说 我们透过观察美光 或观察Wayton 这些大厂的一些展望 我们来看南茂 提到说它的DRAM跟NameFlash 第三季 也会明显的回温 那我觉得算是 何无预期 对然后也再次的 这些领先指标也都表态 那我觉得又可以 很明确的确认就是说 记忆体的试光 的确应该就是Q2落底了 Q3开始就是要 重回一个反弹的状态 对那只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那个南茂的记忆体 封测业务 除了DRAM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业务 是NameFlash 那其实南茂在 它这一次的就是 法人说明会里面 有明确提到就是说 相较于DRAM 或是NameFlash的话 那它的NameFlash 封测业务下半年 它觉得会是 成长性比较不明显的一块 对对对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我的观点的话 其实NameFlash 它的这个整个供需 本来就跟DRAM 和NameFlash 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这个以前在社团 好像很多人 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就是他们 虽然名义都叫记忆体 可是其实NameFlash 还有就NameFlash 还有DRAM 在我的角度 我会把它看成是 三块的市场 他们各自的就是 供需状况 都会不太一样 那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 NameFlash 我觉得的确在 接下来的短期的展望 会比较不如DRAM 或NameFlash 对那我个人的原因 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先讲需求端吧 需求端的话 其实NameFlash 它跟我们 就是一般讲的DRAM 和NameFlash 它的市场 是有点不太一样 它只要偏向是 立基型的市场 其实它市场比较小啦 然后还有一个它的特点 就是说 我觉得它的价格弹性 是比DRAM跟NameFlash低的 对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像现在 可能大家对于 就是这个手机啊 或者是PC 可能就是今年的 整个销售量的展望 是认为比较保守嘛 甚至可能手机的销售量 一般预计都 今年还是会微服 大概个位数衰退嘛 就是中低个位数衰退了 对可是站在记忆体的角度 就是对于DRAM 或NameFlash 就是说 除了销量之外 还有一个可以带动需求 是容量的升级 对那这个容量的升级啊 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说 通常就是你的价格越便宜 下游可能会想要 容量升级的意愿就越高 对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嘛 就是说 今年下半年 就是这个记忆体的需求 或是DRAM NameFlash的需求的重点 可能并不是整体消费装置的销售量 而是这些消费装置 它们的容量的升级 可能会是他们今年就是下半年需求 主要带动的一个主要动能 可是对于NameFlash的话 我觉得它比较不会有因为价格下跌 然后对它的这个用量大幅成长的一个状况 对那原因是因为就是说 它比较是用在一些像 立基型的一些应用 像我们可能常看到会用到NameFlash 目前可能就是这个真无线耳机吧 对那真无线耳机的话 其实它就是不像就是手机或电脑一样 我们需要反复的就是把资料 存进去或是拿出来 对或者是说 有的这个档案我们不要 我们要杀掉 然后我们要再就是存新的资讯进去 对就是其实真无线耳机 是没有这样的需求 对可是真无线耳机 反而它希望就是说 我程式存在这个记忆体里面的话 我希望它能够更快速的可以存取 然后赶快执行就是我记忆体里面的存放的一些程式 对那像这样情境很适合NodeFlash 因为NodeFlash的话 它其实读取的速度会比我们一般听到 这个NameFlash的存取速度要快 对可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像这个真无线耳机 我们并不需要反复的砍掉资料 然后或是再写入资料 对我们重点只是要把存在 就是记忆体里面的程式码 让它就是读取出来 然后赶快去做执行 那在这一块的话就是NodeFlash 就相对于NameFlash 是比较好的一种记忆体 它在这方面的应用 它其实更适合NameFlash 那NameFlash它是另外一种 它是说它的读取速度 可能比NodeFlash慢一点 没错 可是因为它很便宜 而且它资料可以写入的速度 比NodeFlash更快 所以它很适合这种 就是像我们PC或是手机上面 就是资料常常没事就删掉 然后又再灌新的资料进去这种应用 对那像我们真无线耳机没有 我们预设这些功能的程式码 其实都是已经存在真无线耳机里面 对啊我们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里面程式码读取出来 去进行执行 对那所以像这样子 是NodeFlash它应用场景 也知道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 因为它没有需要有大量存存数据的这种应用场景 所以NodeFlash基本上它不太像 Devon或是NodeFlash一样 就是说它叠价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然 我NodeFlash的这个用量要升级成就是一倍或两倍 没有它就是也许会有一些升级 可是不会像NodeFlash或NodeFlash一样 就是说用量有那么明显的提升 所以就是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它的价格弹性比较低 就是说它因为降价而刺激需求上升的这一个 刺激力道吧 不会那么强 所以它相较于目前就是Devon或NodeFlash而言 因为降价而带动需求量上升的这个成长幅度 就会比较低 所以刚刚在记忆体这边讲的蛮多的 就是综合来看 你觉得接下来在Devon还有NodeFlash会比较乐观 可是NodeFlash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台股的话就是望宏 望宏主要是NodeFlash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还有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NodeFlash可能下半年的展望比较低迷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DRAM或是NodeFlash的大厂都有字一统 就是不断的在减少攻击 对可是如果以目前NodeFlash来看的话 有点微妙就是说 NodeFlash其实也是寡占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只有三大厂 对就是有三大厂 大概就寡占了大概九成的生产量 那就是望宏 华邦店 然后还有就是对岸的这个造译创新 对就是蛮微妙 在今年上半年看到的现象是说 这个减产的幅度反而有慢慢的 算是减少吧 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话 几个大厂 他们原本有明显减产没错 在去年下半年有明显减产 可是今年的上半年开始 好像他们这个产出又开始在回温了 像华邦店吧 他今年上半年 他就有提到就是他公司自己的这个产能利用率 从去年下半年比较减产 我忘记可能两三成的情况之下吧 那上半年的话 其实他们有把产能利用率再拉上来一点 那这个就会让他们的no fresh产出 今年上半年是叫去年下半年是再多一点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造译创新 那我觉得因为他就是对岸的公司 对岸公司我觉得 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景气低迷的时候 还是尽量的扩产 或者是喜欢打价格竞争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造译创新也是在 今年上半年的话 他的出货量还是逐月的上升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 DREN跟NEM flash 供给一直在减少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这样子一来一回的话 就是说no fresh的供需的表现 自然我觉得就会比 DREN跟NEM flash 在下半年而言 算是比较差一点 对啊所以我觉得纵容以上的话 就是说 以目前来看DREN跟NEM flash 他们的第二季落底 然后第三季开始明显的反弹 这是很确认的 那至于no fresh的话 可能不会再差 可是在这样供需表现 平衡比较慢的情况之下 可能今年下半年的表现 还是会比较温吞一点 嗯嗯好 刚刚讲了很多的记忆题 那带领这一季主要成长的DDIC 这一块呢 OK那DDIC的话 如果公司的观点就是 下半年它就不是重点了 他觉得就是这个DDIC 封测业务在历经上半年的 连续两季反弹的话 下半年的话就会开始放缓 对那当然原因的话 其实在我们之前几集分享 一些观点都有讲到 就是这个中国的部分 就是中国的民间消费 在解封之后的复苏 比较不如预期 对那所以可能这个手机跟电视 消费性的需求 今年会有忘记不忘的现象 那因为这个手机跟电视的驱动IC 是南茂的主要的这个驱动IC业务 瞄准的市场 对或是它主要的这个封测的业绩来源 对所以你这个手机跟电视的下半年 是忘记不忘的话 那自然对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所以算是说 一样也是这个中国不如预期 那所以它下半年驱动IC的复苏力道 那就也会就是慢慢减缓 那当然再来另外就是说 今年这些手机啊 或电视的驱动IC的需求 在上半年已经有回补库存了 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驱库存的状况比较好嘛 所以可能在上半年的话 下游的库存的状态 已经回到比较健康的状况 所以有带动一波回补库存 对可是也因为就是上半年回补库存了 所以下半年这些下游业者就暂时 比较没那么急的就是在回补库存了 他们可能要先把手头上 这些回补的库存先销外一波 然后可能再看情况才会再拉货 对所以这也导致就是说 它没有像记忆体一样 就是说下半年可能在回补库存啊 或者是说整个就是价格下滑 带动就是容量升级的需求这么强劲 对那所以综合以上来看的话 反正今年下半年就是驱动IC 乃至于封测这边看到的业绩展望 就是是比较偏还涨吧 放缓啦 对就是公司他也提到就是 他不会觉得他在下滑啦 这他认为就是说已经不自己在下滑 因为他 也没有那么快吧 不是才刚回来吗 对就是法人有明确问他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这个驱动IC 这边下半年展望会怎么样 他有明确知道就是说 还是应该会逐迹上升啊 或者是说他觉得会叫上半年再上升一点 可是就不会像上半年 哇今年上半年像刚提到第二季 就是这个反弹三成嘛 他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就是在这么强劲啊 对啊 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缓慢回温吧 所以就是说 综合这样来看的话 不管怎么样啊 大概我的角度就是说 公司的表示就是说 这个驱动IC也不会再更差了啦 他反正他就是已经慢慢回升 只是说成长力道放缓 可是我下半年有另外一块很重要的业务 是记忆体封测这边 那会是有明显叫上半年反弹 所以综合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下半年整体而言 仍然是会叫上半年成长 所以公司大概抓他下半年的业务 会是叫上半年的业务 再成长大概10%吧 还是有个旺季的表现啊 当然这个旺季可能相较于 就是往年的旺季效应是没那么强的 可是至少而言 那还是比去年下半年好 因为去年下半年 其实整个驱动IC啊 或记忆体都是蛮惨的 对可是今年下半年的话 就是说驱动IC的封测 或是记忆体的封测这边 还是能够再叫上半年回温 对那其实我觉得 结论而言就是说 就南茂的角度 它的封测业务 应该就是已经走在 复数的道路上面了 应该上半年就算是 它这一波景气的 最低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下半年 乃至于到明年上半年 应该就是会持续回温反弹吧 嗯好 那我们看完了 记忆体那边跟DDIC这边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在这些产业链上面 其他公司的状况怎么样 那首先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记忆体 D-ROM的地方 因为像南茂和D-ROM客户 其实主要就是一些 D-ROM厂商嘛 南亚科啊 滑房店啊 美光啊 那既然南茂业务起来了 应该也代表说 是他们开始有这个需求了 所以他们也应该要起来了 对没错没错 那像我们之前比较常聊 美光嘛 或者海力士啊 或三星啊 可是这些公司 他们比较算是 主流D-ROM的业者吧 嗯 对对他们是这种就是 比较大型的消费性市场 像手机啊 PC啊 或伺服器 用的这个D-ROM 那主要就是由像 美光三星这些公司提供 对 可是其实D-ROM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立基型D-ROM 就是说他主要是 卖给一些像这种 TV啊 或者是一些家电啊 就是说 这些家电就是没有什么 很高的运算需求嘛 所以他们的D-ROM 只要用比较低规的D-ROM 或者是说 他们容量是很小的 那可是这也是一块市场 对 可是这市场通常就是 大厂比较没那么有兴趣 对 因为大厂他们喜欢就是 规模很大 而且就是说 不断在追求容量升级的 这种市场 对 因为这种市场 才有比较高的成长性 那像刚才提到这种 就是比较家电啊 玩具啊 或者是说 电视的这个记忆体啊 通常会是比较低规的 会容量比较小的 那通常这块市场 我们称为叫做 立基型D-ROM市场 这大概占成体 D-ROM的市场 大概就是5%而已 对 那这块市场的话 他主要的玩家 其实就反而是台股的 就是D-ROM业者 像南雅科跟华邦店 那只是说 南雅科跟华邦店 他毕竟是台股公司嘛 对 他没有像美股一样 他会这样美济美济出来 开把说 会跟大家说明状况 所以通常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 这个南雅科跟华邦店 除非你是直接去访谈公司啊 或者是说 你直接就是 是业界人士去了解 要不然的话 你比较不能够说 像美光一样说 哦 美济这个公司 都会主动出来 跟你讲一下事况 对 所以就是立基型D-ROM的 资讯的掌握 可能对于一般投资人而言 是比较没那么透明 对 那如果是想到情况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南茂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就是侧面观察对象 因为南茂 它的这个D-ROM的 封测业务 其实它近年来主要的客户 就是南雅科跟华邦店 对 因为它原本还有美光啊 可是美光因为后来在台中 盖了一个就是自己的封测厂 他就逐渐就是把他的订单 就是抽单吧 就转为是自己来去进行封测啊 就是说他原本下给南茂的单就降低了 那就导致就南茂 其实这几年 他主要D-ROM的营收 都来自于南雅科跟华邦店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南茂 来作为一个南雅科跟华邦店 这种立基型D-ROM 业务状况的一个很好观察 对 而且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 就是说南茂相对于其他台股公司 不一样的点就是说 他也有在美股这边发行ADR 所以他也是每一季每一季 都会出来讲他的这个业绩状况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反而透过南茂 去追踪了解南雅科跟华邦店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对象 对 那既然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南茂对于他自己今年的 就是这个D-ROM的业务 他认为是在第三季开始会明显反弹 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一部分 一定也是说 不只是立基型D-ROM反弹 可能有一个蛮大的就是反弹的动能 是来自于 就一般主流消费性D-ROM的封测业务 也就是美光这一块 可是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我觉得美光就是近年的这个 占南茂的就是D-ROM的营收比重 已经降得蛮低了 其实主要的营收比重 贡献的都是南雅克跟华邦店 所以我觉得既然南茂他比较有把握的说 他看到就是Q3 他的业绩会回温 那我觉得可以猜测就是说 他从南雅克跟华邦店这边拿到的订单 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度 所以就是说第三季的话 他觉得会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所以从而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透过南茂的侧面观察 我觉得大概我们也可以抓或猜测就是说 南雅克跟华邦店这类的立基型D-ROM的业务 下半年可能也是要落底反弹 或是从第三季开始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回温的一个迹象 对所以就我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立基型D-ROM 像南雅克或是华邦店的这个D-ROM的业绩 下半年应该可以期待 好那讲完立基型D-ROM 下半年可能会还不错之后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DDIC DDIC其实刚刚大概有提过了 就是以南茂来讲 他觉得DDIC下半年虽然不会衰退 可是成长幅度会比较差一点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看到台股 相关一些DDIC的业绩很好吗 其实我觉得跟南茂都蛮一致 就是说像莲勇的话算是比较好吧 因为他是龙头场 他其实才从今年第一季开始 业绩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所以他第一季第二季 其实都是走一个反弹的趋势 可是其他的业者可能就不一定了 像奇景的话 奇景可能是到第二季的话 才有比较明显的反弹 对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整个DDIC的就是 IC设计业者或者是封测业者 他们都算是一个就是领先指标 那他们自然在今年第二季的表现 反弹都还不错 对不过他们也都有自己 一同认为就是说 下半年会有一个暂时 就是比较放缓的一个现象吧 对这个不管是我们今天聊的南茂 或者是莲勇啊 奇景啊 其实都有提到这样的状况 甚至莲勇跟奇景 他们都预估他们第三季 其实营收会微幅的 叫第二季下滑 对那这个原因 其实就跟我们刚才在聊南茂 是一致了 就大家观点都一致 就是说库存已经在上半年 就是有提前回补了 然后下半年就是这个消费性的整体需求 中国这边还是不如预期 对那所以就是说 大半都认为就是下半年的成长幅度 会比较明显放缓 可是尽管如此我个人 站在我个人角度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往后更看一点 就看到明年上半年 那我自己是认为明年上半年 这个驱动IC这些族群的营运 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 只是这个关注点会跟今年不太一样 因为今年的话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说 整体的族群的产值吧 或者是营收 能不能走出谷底 对因为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说 今年是不是一个景气的低点 那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在营收这边产值这边 能不能够就是落地反弹 那明年的话上半年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 可以特别关注的是说 这些驱动IC族群 他们本身的成本或获利结构 我觉得也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我觉得可以注意了 对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他们明年上半年的 就是这个成本结构 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呢 那大概是几个观点 那第一个话就是说 这些业者其实之前的话 他们有一个成本上 头痛的问题嘛 就是说他们在之前 就是疫情的时候 因为公补应求 他们都很兴奋 所以他们都跑去 跟上游的代工厂 就是签一个长约嘛 对然后签了长约之后 那当然这个长约 既要求就是说 他要有一定的下单量 那同时可能甚至价格的部分 也是会定的比较死嘛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价格的话 也是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那只是说 大家可能就是在 景气很好的时候 兴奋过头啊 就没有预料到 就是景气反转这么急速 对那所以像现在的话 或者说今年上半年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这些驱动IC业者 就算是吃足了苦头嘛 就是说我的这个营收 或是我的需求一直在萎缩 可是因为我跟上游的 就是晶圆代工厂 有签这个长约 所以我还是得要跟你去下单 或者是说 我跟你投片的价格 又是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对那其实 这个对我也很亏嘛 就是说我营收在下滑 结果我成本还在 维持在个高档 那我的利润等于 算是双重加缩 那所以这个是过去 可能就是三到四季 一直很困扰这些就是 DDIC族群的一个 成本上的一个头痛问题 可是目前就我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在下半年 可能这个问题逐渐解决吧 或者说可能逐渐就不是问题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说 这些DDIC业者终于就是 对这个景气下滑 终于死心了吧 他可能一开始 可能第一季衰退 他可能觉得说 衰退不会这么久 对啊可能搞不好 马上又要回来了 所以我可能这个长约 我还是先咬牙忍痛 持续去执行合约 可是就是衰退个两季三季 发现发现这个不行 这个太痛了 对所以呢 开始就是这些业者 像奇景他选择的是 就是我就直接违约了 对我就是直接就是跟上游 就是说 我跟你违约好了 你这个违约金是多少 我就一次一次付掉好了 可是我跟你解除这个合约 对我宁愿长痛 还不如短痛 那另外的话 除了这个解约之外 近期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需求疲软终于慢慢延伸到上游 所以金元代工厂 其实大家也知道 从今年开始就看到 就是这个产能利用率也在下滑 那所以 这个上游的表现也不好了 那我自然这个下游 我就可以开始跟你来去谈个条件 对吧 你看你一直坚持这个合约 我跟你违约 你这样子就是也没有订单 对我们不如就是坐下来 新名气和重新聊一下 我们这个代工价格或合约 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新议定一下 对那自然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这个需求 也的确开始转向低迷 所以有看到就是这个上游的代工厂 他也开始愿意跟这个下游重新议定合约吧 对啊 所以他要码就是说 你这个最低的下单量 你可以再降的更低 要不然就是说这个价格就是可以重新议定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代工成本过高的问题 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就算是结束吧 那只是结束的话 那当然就是现在这些驱动IC业者 他们下半年开始投片 他们可以开始用比较低的代工价格投片 可是下半年投片的产品 通常是要两季之后才能够正式出货 因为就是一般晶圆代工从下定到出货 大概需要两季 所以我们大概在成本的角度来看 损益表上面可能下半年还看不到 因为晶圆代工价格下调 而展现在驱动IC的损益表上面的毛利率改善 我应该还看不到 那我就应该会是在明年上半年 对 明年上半年的话 因为下半年开始的这个投片价格 是用比较低的价格 那明年上半年应该就会看到 这些比较低价的投片的这些产品 他在明年上半年春货 那自然就会反映在明年的损益表上面 对 所以这个是我估计 第一个就是这些驱动IC业者 可能明年的上半年 我们会看到他的成本在更低 或者是毛率在更高吧 那第二个话就是说 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因素 可能也会带动这些驱动IC业者的成本结构改善 对 那这个跟我们之前在NCU聊到有点像 就是 其实以目前来看 其实有看到台湾或者是一些驱动IC业者吧 目前看起来有扩大对中国投片的一个迹象 对 那主要也是因为就是说 因为中国成熟制程的代工持续扩产嘛 那他们的这个降价抢势战率也很积极啊 对 所以在目前这个驱动IC的族群 还是在一个比较景气低迷 或者是说有这个获利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他们都还是蛮愿意的 就是既然对岸这边的代工价格比较低 那我不如就是到中国这边来去下单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的这个成本压力也可以跟着降低 所以像我们在看这一季奇景吧 奇景的话 他的法术会 他其实就有暗示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会透过在中国的投片比重增加 来去改善他自己的成本结构 那所以综合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今年可能是驱动IC业子的就是产值或营收从谷底反弹 对那当然说下半年可能就是成长变比较缓慢 可是我觉得到明年上半年的话 因为这个库存理论上到明年上半年应该又会变得就是更低嘛 所以明年上半年应该就是库存回补的需求又会再来一遍 甚至可能会比今年更强 同时再搭配就是说 刚才说提到这个成本 因为代工价格降低 或者是说扩大在中国这边投片的比重 那都会带动他的成本在明显的下滑 或者是说他的毛利率可以就有效的改善 那其实我觉得驱动IC明年上半年的就是损益表现或获利表现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关注 对那我预期就是说 滴滴IC族群明年就是上半年 他的获利回升的幅度应该会高于营收 因为他会有一个代工成本下滑的一个因素存在 好 所以这样看起来你对于DIC觉得今年下半年虽然放缓 可是因为刚才讲的不管是库存去化 或者成本降低 感觉明年上半年他们会再有下一次的成长 第一次的成长就是现在了 就是今年上半年这样 下半年稍微回温 然后明年上半年会再起来 对对对 只是说重点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说今年的回温可能大家的重点都放在就是营收 就是说营收的规模如何带动整体获利上升 可是明年的话会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上半年会有个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个成本结构 对就是说他的成本可能会较今年就是明显的下滑 那因为刚才有提到反正下半年就是大家会觉得成长比较保守一点 对那如果就是说因为这个因素导致驱动IC族群的估值 如果有因素下修的话那我就可以关注 因为明年上半年的话我自己是不会太悲观 所以说如果有因为下半年成长趋缓而有估值下修的现象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这些估值又回到一个蛮便宜的状态 那我觉得搞不好是一个机会就对了 好没问题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南茂这间公司 然后聊记忆体跟聊DDIC的部分 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我们每个问题都会看 那这里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